自己幸福 自己幸福 我是勇言校长 欢迎收听严选好学 今天是2020年11月8日 星期天 又是我们严选周报时间 那接下来我就来为各位 回顾一下我们这个礼拜 校园发生的一些动态 在礼拜一我们召开了 学习历程小组会议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呢 是由我们的师长们 定期都会针对 学生的学习历程档案的相关作业 做一些的研讨 那在这次研讨里面呢 我们除了例行性的事务工作的讨论之外 我们也讨论到了 学生的学习历程档案 最近在网络上面的平台 被连署 就是说好像 跟升学有一些挂钩 然后闹得沸沸扬扬 那针对这些争议呢 我在会场上也跟同事 做了一些的观念上的沟通 那不管外界的政策怎么改变了 但是在政策没有变化之前呢 我想有一些 对于我们学生 在整个一个学习表现上面 能够有帮助的一些措施啊 这才是我们作为学校这边比较需要去关注的事情 因此呢我在会议上我也跟同事说到 有关这个学习历程档案啊 上传的值更重于量 其实要上传的数量啊 这个量要达标并不难 但是呢 学生上传的学习历程档案 它的值到底做得如何呢 其实我们是不太知道的 除了任何老师他可能看得到之外呢 那对于其他的班级或者是学校的整体性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接地气的了解 那事实上学生也有一些类似的困扰 就是面对这个学习历程档案啊 他们也有一些的烦恼 就是第一个 我的学习单作业简报 到底适不适合放在学习历程档案上面呢 那我的资料成果有很多 应该要如何取舍 选择适合档案来上传呢 或者是该怎么样呈现 才能让他的学习历程档案有看头 那老师们都在一再地跟我们说 反思啦 还有学习心得很重要 可是如何能够在短短的一百字内 写得让人家眼睛一亮 觉得吸睛呢 那这些相关的一些的问题啊 我想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实际的检视之后 看到同学所做的内容 来给予一些的实质的指导 因此最近呢 我将会请教务处来对外征选 征选呢 自愿的同学或者是呢 我们最后第二个阶段会有抽选的过程 来看一看学生他上传的课程学习成果 那这个检视的动作呢 会由我还有秘书跟教务主任来共同检视 我们会用咨询辅导的方式呢 来帮学生看看 这些他们所上传的课程学习成果的内涵 还有他们呈现的方式 并且提供给他们一个实质具体的修正建议 那我也邀请了有热忱的同仁啊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工作 经过我们检视之后 给予一些建议修正后的档案啊 虽然说未必一定是范本啊 但是应该是会比原来的版本来得更好 那我们也会征求同学的同意之后 把个人的身份匿名处理 修正后呈现他的before after 分享给我们的师生来做参考 这样子我们大部分的同学呢 都能够比较掌握到关键点 那教务主应该最近也会公告 这个相关的讯息 根据他们跟我回报的是 第一波他们将征求志愿者10名 每一位志愿者都有一个神秘小礼物 那报名的时间是 即日起至11月13日截止 那第二波呢 是会用抽出来的 会抽出20名 大概从11月23号起 每一天会抽出幸运者两名 那不管是志愿者或幸运者 我们都会在校长室这边 由我还有 几位师长一起来帮你 看一下有关你的学习历程 档案上传的内容 给予你一些实质的建议 第二则校园动态 是在礼拜一的下午 我跟教务主任 还有秘书跟教学组长 我们共同前往了中心大学 跟教务长 还有各院的代表 来召开我们110年的寒假 要举行的 心心相喜的寒假营队 那这个寒假营队呢 在今年的二月 我们办过第一届 那虽然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原本的两梯次 我们只办了一梯次 但是那一梯次 得到的后续的问卷回馈 是非常正向肯定的 为了要让同学呢 特别是我们高一的同学 在高中的生涯里面 一开始就能够及早去了解 他未来的学习的一个选择 我们就跟中心大学合作办理了 这样子一个营队活动 这个礼拜一的协调会呢 算是相当的顺利 新大那边应该在 会接下来的寒假 也会来请全力 来协助资源 新大福州来办理 这样子一个营队活动 那这个营队活动呢 目前的安排啊 是在2月2号到2月5号 各位同学 把这个时间预游下来 我想在明年的寒假 这个时间应该还是没有办法出国 这段时间预留下来 来参加我们的寒假营队活动 好的 接下来第三者的校园动态 是礼拜二的时候呢 花了一个早上 跟三年级的各班级同学 一起来和拍毕业的班级团照 那感谢基金会的江中龙董事长 还有我们家长会的方嘉连会长 还有我们各位师长啊 从一早陪伴到中午 不仅学生拍下的团体照啊 我们教旨同仁也利用这个时间呢 拍了2020年的大合照 那我想这个拍毕业照或者是毕业旅行啊 其实都不在于说这张照片是多么的精美 或这个旅程是多么的华丽 而是当下我们这个拍下的那个画面的光线 那个风景 还有那一些身旁的人是属于我的青春 岁月是不可逆的 人类天生呢就有一个像大脑这样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它可以记忆画面感觉 但是它的缺点是大脑的记忆体容量有限 当我们记忆下来的东西 字架库变得很庞大的时候 我们在搜寻的时候就很有限 而且旧的记忆好像会被盖掉 那因此人类就发明了 类似像相机啊或者是电脑这些辅助的记忆工具 那照片或影片帮助我们记录了当下 当然了照片它也只能够记录那个时候的画面 那不过呢我们人脑就是很棒 它就是会自动的补足那个时候的心情跟记忆 无论未来我们再重新再翻起那些照片来看的时候 无论你是用回忆的或者用想象的 我想那个片刻的种种在看照片的时候 又仿佛是昨天的事情 听说今年有一些同学啊 因为学测完之后的避旅 可能那个日子你们觉得不是很喜欢 所以没有报名参加的人是比往年还多 这个部分校长都会给予尊重 我有听到杨总的声音 一种是说那个行程我都去过了 这个每一年都有这样一个声音 事实上国内就这么大 有哪一些行程各位没有去过呢 另外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们觉得那个时间不是很好 那这边校长要跟你们还原一下 这一个时间安排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 往年的避旅都是安排在高二下的学期末 六月的时候去办理 但是各位回顾一下 今年的六月是什么日子 那时候疫情都还不是稳定 所以呢当然就不会出去避旅 那本来那时候在会议上面 他讨论是有老师说要把它取消了 会议中经过一个很热烈的讨论之后 大家还是认同 那个是同学你们的一个青春回忆之一 我想我们不会轻易把你们 这个部分把它给取消 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它保留下来 那当然一保留下来之后 你就要选择说 那我要安排在哪一个时间来办 所以接下来就要去考量很多的时间限制 场地 饭店等等 最后你还是只能够选择一个最佳的方案来处理 为了不耽误我们整体的一个包含学测准备 我们也只能够选择在学测之后 当然了这样子的日子一定是比原来的一开始的版本 六月那个版本来的差了 但是我想跟各位同学说的是 有谁愿意呢 这个就是不得不的一个安排 尽量去做调整的 经过这样的说明 你还是不想去 那也是你的选择 我们都会予以尊重 孝庆快到了 每一年我们的家长志工队 都会安排一个所谓的志工园艺日 那在这个礼拜六呢 他们就利用这样子一个园艺日 帮学校这边一些的花谱 种满了花卉 那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呢 种了花卉之后 大概就会在我们孝庆12月初的时候呢 就大概那些花都会盛开 校园里面就会变得比较漂亮一点 那在这个礼拜六 除了志工安排这个园艺日之外 在小明女中也有一个文学营队 是中台湾文学奖的几个学校联合办理的 那本校是共同办理的单位 我也应邀共同主持 那在去参加那个营队活动之前呢 我一早大概七点多就先到学校来 感谢我们的家长志工队 来用心帮忙美化整个校园 回到我们这个文学营队 我在致辞的时候呢 跟与会的学员说 事实上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的观念 说文学呢 是念文科的人 社会组的才比较需要 我是自然组的 我是学理工的 我不太会写文章 其实是一个错的观念 事实上文学就是生活 每一个人都需要 特别是我举我自己的例子 我说我自己也是读自然组科系的 但是现在担任了主管之后 我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写文章跟说话 所以当一个管理者 当一个领导者 你要让你的理念跟想法 来说服众人 你凭借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文字跟你的说话 我的母亲呢 虽然书读的不多 但是台湾有很多的生活理语 事实上那也是文学 我记得小时候就曾经听过 我妈妈说过 她说冬天的风呢 是尖的 夏天的风是圆的 各位你觉得这个文字 传不传神呢 这么传神的文字 就是文学 那我想人生因为有了文字 会让整个画面更为生动 更为美丽 否则呢 我们就可能只会很直白的说 好热好热 好冷好冷 好最后有一个 我想借这个机会 跟更多的同学 更多的老师 大概解说一下 目前我们各班级的教室 那个单枪的投影机 大概都已经老旧了 效果都不好 我们已经透过一个计划的争取 而且标案也已经标出去了 我们预估在年底之前 各班级的教室的单枪投影机 我们都全部会把它给换掉 我们就会把我们整个的黑板 教室黑板全面换装为 全平面的无缝的黑板 并且呢 里面会内签86寸的触控式电视 原本的老旧的投影机 我们就会淘汰 或者是退换到其他的空间来使用 那这个黑板是可以开拉的 那如果老师 你选择要用传统的黑板的方式的话 完全都没有被影响 那你就把它给当成一般的黑板用 一样是用粉笔 那把黑板从中间拉开之后呢 里面就是一个大荧幕的电视 可以直接触控来书写 并且呢 可以把那个画面存档 那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台小电脑 所以也可以在上面播影片 去用YouTube来做一些辅助教学 那这里也非常要特别跟大家解说的是 公务预算的经费 事实上远比各位你们想象中来得复杂 它每一笔经费都有一些的用途别的区分 不是像我们自己家的钱那样子的方便使用 像学校这边呢 有些时候我们常常碰到是 有一个计划下来说可以申请 但是呢 这一笔计划呢 却常常不见得是我最优先序的 迫切性较高的科目 那常常是我想要买的是A 我缺这个钱 但是 现在送上门的是迫切性比较低的V 这个款项的预算 那你说这个送上门的经费 虽然说不是最急迫的 但是我们评估之后 还是对整体的学习是有帮助的 那要不要申请呢 你也可以很妞的说 我不申请 我就是要一定要等那个迫切性追考的A 来之后我才要申请 这个是一个不聪明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们当然都会写计划进去 有些人就会说 我们那个投影机很迫切啊 为什么不签座 就是这个样子一个道理 那这个概念呢 很多学生他是不清楚的 那在这边我也跟各位补充一下 这个一些所谓的公务预算的一些小尝试 好 那我们今天的 严选好学的严选周报呢 就跟各位播报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收听 严选好学 下次见